Hello,大家好,我是老了 现在我依然是在位于内蒙古资质区 呼伦贝尔市的甘河市 这里是中国的冷急 虽然说是中国的冷急 但是严寒还没有到来 现在是晚上才有零下十几度 我在这支了个帐 在两天那儿等快递 大概今天或者明天快递就会到 然后我要出发去墨河 因为这边还没有下雪 但是今天拍视频的一个主要的思想 是跟大伙说一下我的柴火炉 昨天晚上我就是在这个帐篷里边直播吃饭 还有直播 但是昨天的风向啊 是寡的我想上北下南 那边是北 寡的西风 正好是那烟通往这边寡 这烟通就有点倒烟 我呢 也是做了一些措施 也做了一些措施 就是说 我用一个卡子卢的罐 我把这做了个弯泊 虽然说是没有倒烟了 确实是后期不到烟了 但是我不知道啊 是不是这样了 我就是昨天到十点左右的时候 我就开始头疼 激烈的头疼 头疼的厉害 就有点感觉 是不是这个炉子也那个出门烟了 一眼花碳中毒 我就是当时门还卡一直呢 然后我在外边感觉 呼吸新鲜空气就好一点 在帐篷里就特别严重 然后我就紧急下波了 我就说 头疼的不行了 啥也不行了 直接睡觉了 睡觉的时候脑子疼得很烈 咱们待着难受 今天早上睡了一觉 现在刚起来 我刚起来 我就是拍这个视频 昨天睡觉之前 我就想把这个视频拍出来 但是头疼的烈就没有拍 今天早上起来之后 还没有洗脸呢 我就先把视频拍出来 为什么要这么着急呢 我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万一要是你们还有 买这个柴火炉 在这个帐篷里住的话 建议你们啊 就是这个弯波出去之后 外边不是直的吗 再买一个这个弯波 然后把这个管往上 让它超过帐篷 或者稍微比帐篷高一点 让它垂直 这样是风 从哪个方向来的风 都不会这个 对这个炉子有影响 也就不会有倒烟了 反正这个在冬天吧 还是柴火炉比较靠谱 但是说 你要是用柴火炉的 就是一定要按照我说这种 因为冬天的风向嘛 它不一定是非得是刮东风 刮西风 刮南风 刮北风 当然是大多数 这个西北风比较多 在东北里边 但是有的时候 你不知 有可能是你在哪个位置 因为有山谷啊 或者什么原因 它风向是不一定的 这样的话 万一要是倒烟 像我不在这个帐篷里住 还好说 如果万一你要是 在帐篷里边住 你在睡觉的时候 这里边出现 那个氧化碳 那可能就是 没人能救得了你 所以说 一是 这个注意这个 烟灯的风向 二一个 我不建议 朋友们晚上睡觉的时候 这里边点柴火炉 这东西本身 这个冬天 因为怕防冷 你会把帐篷 弄得非常严 第二一个 这个帐篷 就这么大空间 这个炉子 离你那个 睡觉的空间很小 如果万一发生 这个 一氧化碳 那个中毒 或者倒烟的情况 那你中毒的几率 非常的大 嗯 也就是两件吧 一个是 这两大伙 不要去 不是 第一个就是烟痛的事 尽量 多买一个 多买两个弯缝 一般烟头 不给带这个弯头 你自己买两个 然后第二个就是 不要在帐篷里边睡觉 你尽量还是在车里边睡觉 或者啊 或者你睡觉的之前 把炉子里边的火 全部熄灭了 就是火熄灭了 安全 保证安全的情况下 才能在帐篷里边睡觉 就说这么多吧 跟大伙注意这件事 因为这是我亲身经历的 昨天我刚开始 我还没当回事 但后来头越来头越疼了 我就觉得不对劲了 今天早上 睡了一觉 在车里睡了一觉之后 感觉是好 也幸亏我是在车里边睡觉的 如果在帐篷里睡觉 没准你看不见我了 一定要警惕这个啥 警惕这个炉子 并不是说柴火炉不好 而是这东西受这个外界这个因素影响太多了 就是主要是风向的问题 还有一些忘了跟大伙说了 如果很多人跟我要这个柴火炉的连接 也不用我们要什么连接 这个柴火炉你就在网上收就行了 就是柴火炉在两边玻璃的 不要窗花板窗花板没有用 然后呢 有冷渣板的和这个不锈钢的 我建议不要买这个不锈钢的 买这个冷渣板的 我这是不锈钢的 烧完之后也是这样 还不如那个冷渣板的铁的那个啥 而且感觉这个厚度 冷渣板的好像比这要厚一些 烧过一段之后还是那样 这个是400多块钱吧 我记得我买了400多块钱 你们也看连接就行吧 不是看连接就行 就看那个价格就行吧 差不多就这样事的炉子 然后你要想帐篷里用 它原来是不带歪脖的 这个歪脖在那个热水器 那个就是燃气热水机 那个店里边都有的卖 或者从网上买 这炉桶子都是这么大 这是我记得是60公分吧 60毫米的吧 就行买这个就行 专门出这集视频 这待会儿就是做个啥吧 做个科普吧 如果你们想用柴火炉的 就是尽量注意安全 反正这玩意成本低 而且取暖效果确实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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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